大家好 这个是可可频道 欢迎回来 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个小米的产品 就是 小米的牙刷 这一款 这个买回来看见包装很小很小的 这个叫米加声波电动牙刷T100 对看见包装也很简单 OK我们现在打开看看里面到底有些什么东西在里面 极细的软毛刷头 30天的续航 另外是USB充电 APX APX71防水全身防水的 OK 然后它是极细的软毛刷头 高效能 马达强力清洁 2分钟计时 智能换区提醒 还有这些旁边还有这些选项 OK我们现在打开看看 打开以后那就是一个 笔刷头了 另外 这是一个 笔 那个什么 牙刷头 再还有一些 USB的线 充电线 它就开始里面有一张 说明书 OK OK 这就是牙刷的 杆 然后我们再把那个牙刷头拆下来 这个拆 这里是一个 高密度 织毛 深度 清洁 嗯 然后还包装这个是一个 一个吸收卡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这个扣位 直接从这里打开 接头里面有一个小缺口 一个小缺口 另外这个地方 像它的 手柄呢 手柄上面这里有一个 这里有一个透心的这部分 然后把那个缺口呢 缺口对着这个 透心的部分 对位这样插上去就好了 OK 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 这里还有 三个 小的小窗口 就是小窗口的一个指示 闪失 一个是大一点的圆点 这是大一点的圆点 这是一个小的圆点 然后这是一个电池的指示 我们先开一下 开机 分表 这边是一个 电池的 对这是电池的一个指示 电量多少 因为这是一个大的圆点 亮起来是一个 震动比较强烈的 然后你再按一下它 哎 再 你马上再按一下它就会变成一个小的一个 就是波动 震动的一个小点的一个按钮 就是一个选择 按这个按钮我们可以选择一个震动大小 OK 再按一下就关机了 10秒内是可以缺换档位的 如果超过10秒之后它就直接关机了 然后这个手柄的背面呢 有一些突袭的部分就是一个方法的了 嗯 压缩头呢 我觉得还是比较小小的大概就一公 不到两公分吧 一公分半左右的一个长度 宽的大概就 7到8 毫米 软毛的一个结构 我们现在打开一下用手去碰碰碰碰这个毛的感觉怎么样 震动的很麻这个部分还是很麻的 OK 然后再看这个羊手的底部 底部的是一个有一个小缝 那这个小手指位 然后从手指的那样去扣开 那它以后你们就是一个USB的一个充电口 充电四天可以管30天 所以这个续航还是很不错的 充满电需要4小时 对充满电需要4小时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在给大家分享的一个小米的亚刷 对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没告诉他 你知道这个亚刷多少钱吗 对讲说仅卖 卖39块钱 所以是超便宜的一个 建东亚刷 大家 39块钱买不了上当买不了吃亏 对吧 就当不是很好用的话 也不亏多少钱 对吧 大家可以去试试 我不是打广告 小米没有给我一分钱 因为我只是喜欢我们的小米产品 所以经常会买一些产品 后来我再 试利用一下 然后给大家分享一下 拍点小视频 好吧 大家有兴趣的话 不妨去小米官网 或者其他 应该都有买的 自己去买 39块钱 不要超过这个价 超过这个价 就就是你买亏了 好吧 OK 这次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火锅 火锅 跟 火锅